故战阿难曰 如今所问多所饶意 如果不是阿难尊者这么一请问 佛不可能讲这部经的 这部无量寿经对我们众生的利益太大太大了 接着下面进一步的来做说明 阿难当之如来正觉旗帜难良 无有障碍 一般佛很少自己夸自己的 世间人也有这样一个观点 自己赞叹自己总觉得不好意思 那佛为什么还要自己赞叹自己呢 因为没有人说得出来这个境界 只有佛呢才能够懂佛的境界 那佛不说连等就不上都不是完全清楚 所以有时候佛呢也把他的境界都说出来 那佛是什么境界呢 这里讲了 其知难良 无有障碍 下面再来解释 正觉者正物一切诸法之 真正觉之 即如来之实之 故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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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成正觉 经上所说的真实智慧 这是我们大家每个众生 自信里面通通都具足的 所以真实智慧不是从外面学来的 这一点我们一定要相信 一定要能够理解 释迦牟尼佛所说的一切经典 都是从他的自信 亲近心当中 自然而流露出来 我们众生有感 佛就会有应 一切法不离自信 所谓的自信 或者大师为我们描述 他讲的那五句话 其中一句话就说到 本智具足 自信里面具足什么 无量的智慧 无量的德能 无量的向好 那么佛法 的的确确 给我们众生 带来最大 最殊胜无比的利益 我们想要从佛法里面 得到这些好处 那就一定要很谦虚的 很认真 很恭敬的向佛学习 要把佛法学好 一定要发跟佛一样大心 所谓的要发四弘试愿 众生无边是愿度 烦恼无尽是愿断 法门无量是愿学 佛道无上是愿成 念老在这里给我们介绍 什么是正觉 就是正物 一切诸法的真正觉知 也就是佛的实质 那既然是实质 它就不是全质 所以成佛也叫做什么呢 成正觉 那说得完整一点 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如今书曰 如来正觉 总举佛之 这就是平常和经上所讲的 无上正等正觉 可见如来正觉 四字 全表佛之 此字 圣身 故曰 男娘 如来正觉 是全表佛之 因为他 圣身 这讲佛的智慧 太高深了 所以称它为男娘 这个娘就是测量 谁来测量 连等觉菩萨 都没有办法完全说得出来 因佛急证涅槃 圣身 法性故 这就为我们说明 佛的智慧 为什么称为男娘 因为佛所证得的是圆满的 涅槃圣身 法性 其实我们到达基督世界 目的何在呢 就是为了这个 帮助我们恢复自信 恢复原有的德能 向好 家祥书曰 如来正觉 其志难良者 明 真志 妙诀 照穷法界 非下情 所策 《金刚经》里面讲到五眼 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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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的 肉眼 天眼 慧眼 法眼 佛眼 佛眼 佛是这五种眼 全都 具足 明行 见心的时候 我们自信里面 见的这个功能 达到究竟原本 所以 虚空法界 都可以照见 照穷法界 就是 深深的照见 一切 诸佛杂图 一个不漏 下情 所策 佛的智慧 不是下情 所能够策动 所能够策量的 这个下情是指 佛以下等 众生 包括菩萨 圆绝 阿罗汉 六道众生 那谁才能够清除 佛的境界 唯佛与佛 方能究竟 只有佛才能够知道 佛的境界 有真解约 如来正觉者 成弥陀 亦如来成正觉故 此应生 即本地生也 如来正觉者 这完全说到 我们净土中了 净土成弥陀 亦如来成正觉 这是净宗第一 净宗的修学 完全依靠阿弥陀佛 所以它不是靠自立 是靠佛力 也就是阿弥陀佛的加持 我们对阿弥陀佛有 真诚 恭敬 真信 真怨之信 再加上 支持名号 决定将来 升到基督世界 一到达基督世界呢 以后 必定成佛 还可以 去研究